这个飞机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多旋翼无人机的雏形 它就是为什么叫多旋翼 因为它有四个螺旋架 近年来无人机产业发展迅速 已经成为世界先进国家非常重视的重要策略产业 基隆市的暖暖国小和崇佑营益大学合作 向下扎根 首度开办无人机彩绘组装营 让暖暖国小的学生可以在崇佑无人机基地 专业教官张宣慈 林伯宏的指导下 练习无人机操控 并且彩绘组装属于自己的小型无人机 为什么想来报名参加 因为我喜欢玩那种机械 什么遥控车啊 无人机啊那种的 那你看到人家那无人机的那个画面 自己会有什么感觉 我想要一个 因为这新的东西我想要学习 可以的话就想拍整个基隆 觉得就是我们人的视野跟空中看下来 视野是不一样的 觉得会变得更美好 看得到我们平常看不到的 好 那我们其实这个示范的课程 其实像国教署我们最近在推的 包括高中生 那我们所谓的新兴科技课程 那我们这次其实想做示范课程 是把这个新兴科技课程从国小教育开始 那基隆市导入这个国小教育的话 我觉得说让基隆市的教育体制下 可能会变得不一样 那这次也非常感谢就是说 基隆教育处的经费支持 那基隆教育处由 那我们把这个无人机产业的课程呢 纳入国小 那首先很感谢从幼影音科技大学 还有教育处的支持 让我们属于全基隆市首次 属于国小学童的空拍机的一个体验影音队 今天在我们暖暖国小来正式举行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 有分成两个部分 那首先在早上的时候呢 我们会让孩子们呢 自己亲手去组装属于他自己的空拍机 结合我们艺文领域的一个课程 然后让孩子们呢 去彩绘他自己所组装的一个空拍机 然后呢也教导孩子们 怎么样去操作这一个空拍机 那最主要开设这个影队的活动呢 最主要是让孩子们呢 透过这个科技的一个课程呢 让他去领悟到就是说 科技这个课程其实对他的生活呢 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也期望透过这个课程呢 让他自己去从空中去看一看我们暖暖社区 然后也期望呢 透过后制的影片呢 透过他自己呢 用照片还有影片的方式呢 去诉说属于暖暖社区的一个故事 这一次其实我们这次试办的营队呢 报名其实还蛮踊跃的 甚至我们七月份的一个营队呢 预计要录取23位小朋友 目前一上网已经有96位的同学的报名 那我们也在这边呼吁其他有兴趣的同学 其实可以再来报名 那再由学校来做筛选或者是抽签的方式 那我们再挑出那个暖期的营队 那我们进一步也希望可以再跟 基隆市政府以及基隆市教育处 继续有相关的课程再来开办 崇佑影艺大学积极投入无人机教育训练 目前已经是基隆在地最专业的训练基地 将在民航局核定成为正式考场之后 未来在崇佑影艺大学将可以实现 考训一体原厂考照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